洛杉矶当地时间1月31日晚 比佛丽山庄市旅游局联合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以及北京文化交流中心在塞班剧院举行 以恭贺新年魅力北京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传统新年晚会 今年的晚会表演精彩分成 表演包括金剧 杂技和舞蹈等在内的中国传统艺术表演 本次活动还得到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大力支持 在表演开始前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慧女士 中国对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池润林先生 比佛丽山庄市市长朱立安·戈德先生 比佛丽山庄旅游局CEO朱利·瓦格纳女士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总领事刘建大使 文化参赞古金先生 文化领事王锦女士主持了招待会并发表了讲话 环球东方总裁苏彦涛先生和总经理林淑婷女士 受邀观看了表演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慧女士 对环球东方记者表示 今年以来我们都有很好的文化交流的活动 包括电影 包括文艺演出 包括展览 还有一些其他的民间艺人的一些活动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 还是在为北京深多奥祈福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洛杉矶永远是我们的福定 我们也非常高兴再一次能和比弗利山庄市来合作 北京一直在和美国呢 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在进行交流 今年也依然是如此 今年可能更多的除了官方以外 还有很多民间的活动 比如说围绕旅游 有一些论坛 有一些展览 有一些民间的交流 这些活动会越来越广泛 而且越来越深入 这是北京第二次参与比弗利山庄 中国新年庆祝活动 去年是为深冬奥造势 而今年则是希望把一个多彩的北京文化 带到美国民众面前 一方面是促进了咱们洛杉矶地区的多元文化 那个弘扬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一方面呢 也是把我们的文明成果 我们的传统介绍到世界上去 让外国朋友一起分享 让美国人民一起分享 这样也丰富了人类的文明 也是我们对人类做出的贡献 非常高兴 我们讲春节已经在这里非常火 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春节 不仅仅是我们华人在过春节 它已经是成为中美两个人民 共同过的一样的春节 我希望这样的春节 能够继续火红下去 它能够进一步地让两个人民新联系 更多地了解 这样子让我们中美关系 不断地得到进入发展 环球东方记者Robert洛杉矶采访报道